最近台湾各地民生用水拉警报 总算在封面来临和人造雨的溢注之下 十门水库进账一千万吨了 上午马总统就到十门水库来视察 还搭船到水库中心看汉象 居然就船开到一半 总统要求正在湖心施工的工人 干脆和他来直接做简报 双方就拿着大声工 这样子你问我答场面相当有趣 就算天气灰蒙蒙又时又冷 总统视察十门水库可开心的 判了这么久终于天降甘霖 目前正在进行的分层取水口 位置已经降到220公尺以下 缺水情况刻不容缓 马总统一心急着看水位 搭船直接出发 就在水库上方开启了简报说明会 施工单位的简报 了解了他们正全力的赶工 希望在6月20号 完成分层取水的工程 将来我们碰到有状况的时候 就能够取得比较干净的水 希望他们在6月20号 如期如值的完工 总统正在船上 水库人员则在水面平台上 两面相差了100公尺 一来一往回答问题都得拉开嗓门 用力喊工作人员私下透露 水上简报还真是石门水库50年来 头一遭 16号决定要进入第二阶段的限水 而提面命再三提醒 前一个晚上下大雨 石门水库入账1100万吨的水量 水位也上升了两公尺 但这只能供应7天的用水量 除了节约用水之外 马总统还拜托老天爷 伤伤烈 周日圣众爱李文斌 SN小组桃园采访播导